请各位合掌 我们三清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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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甚深未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愈来伸实义 请大家放掌 阿弥陀佛 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好的姻缘 我们今天有三部分内容 未开始之前就轻松一点 回答一个问题有人问 他就问为何一个大乘的法师 去讲密宗的经典呢 其实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去弘扬这部法 去讲这个经 我们不是一个学者去研究它 因为这部经它很古老 是有很多版本的 是在动物 藏物 藏物 藍传的版本都有 汉传的版本也有 我们不是一个学者 我们不是去到一个很深入的阶段去研究它 我们是学习这部经 是用它一个很强的威德 徐独的威德 去帮助我们的修行 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 累积我们去正土的资量 所以这部经 以前老和尚都讲很多次 是作为我们的副修 我们的副修就是 是加配我们的主修法门的 所以这里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收什么法门 都要清除自己的业障 都有一个回向的目标 所以我们是要这样的心态去学习 你说至于是全城的经典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些有分别 我们不是学者 学者可能会专门研究某一类的经典 收某一类的很深入的法门 我们现在是认识这部经 它的义理 还有我们现在尽量也都讲多一些资料性的东西 让大家对这部经一个了解清晰的 不只是说去念咒 这部经它是以咒语为主 而且这些咒语是很长的 如果要解释咒语 我们就没有预算这样做的了 因为你解释咒语 学咒语可能是另外花时间去的 那我们现在主要这几讲 陆陆续续都是将这部经里面 所牵涉到的名相 去讲到的一些众生 那我们都会去介绍 我们今天就去解释那个名相 下一讲我会讲多一些 这部经曾经出现过很多农天护法 他们花点时间讲讲他们的特性 跟我们人类的关系 在修行的角度是怎样 他们怎样会成因去到这个众生 那我们就下一讲再讲 今天我印了这份东西出来的 这一份就是这部经的启情法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部分是讲启情法 在未来几讲 我现在讲启情法 这部经是有几个组成部分的 有这个聚份 有卷上卷中卷下 有流通份的 我讲到都会印出来的 这个版本就是上面 除了中文上面就有英文的拼音 英文的拼音 是孔掌媚王子内部的 所以大家也都保管好 如果你们说我不想带回家 那就交给正妹 交给正妹保存 如果几讲完了之后 就是整部经印了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启情法 这部经的启情法 就是在《大藏经》 《十九拆》 《四百一十五页》 全名叫做《独众佛母大孔长明王经前启情法》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北空法师的译本 北空法师我们是上一讲已经介绍过他的生平的了 那什么叫启情法呢 启情法就是说我们在中这部经开经之前 我们是做一个前方便 就是做一个准备了 前方便了 那在另外一位译者 义政大师他的译本呢 他又写了一段东西出来的 他有讲的就是 以时佛告阿兰陀 若有比丘比丘利国王大臣 善男子善女隐等有所愿求 发心归命摩哈摩尤尼奏王 摩哈摩尤尼即是大 摩尤尼是孔长王 摩哈摩尤尼者 应先作如是 启情命招法式为前方便 就是说这段启情文是要读的 就是我们读这部经的正本 那时候之前是要读的 特别在一些公开修法的法会里面 就是不可以缺少的 启情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其实是招请所有的农天鬼神 来到归衣三宝 听我们读经 来接受我们的香花 饮食的供养 其请他们写出一个暴恶的心 起一个慈悲的念 对于佛佛生三宝 就生一个清静的信愿 生一个欢喜心 跟我们大众一起 在这个法会里面去 读众这个经咒 共商善举 它的内容就是这个作用的了 现在我们国际性比较流行就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我们以前叫开城版 它是怎样呢 是有了这个英文拼音的国际音标 是对照繁文的 因为其实这部经里面有很多 很多名相啊 很多咒语是没有翻译中文的 变成了如果你没有英文的拼音 是很难读的 曾经出过就是有国语拼音 而那些国语拼音就是我们没有学到的 可能是台湾就有学的 变成了很难去读众的 那么这个版本呢 就是老和尚生前的时候 搞落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了 那么在这个开城版里面呢 它就是每一卷的经文前后呢 都有老和尚做了一个赞颂的 那么在开城法之前 开城法文之前呢 就是加了这个龟发心啊 正三叶真言啊 安土地真言啊 普共养真言啊 那么在开城法之后呢 就也都有五条咒的 三条咒就是在开城法前面 五条咒就是在开城法之后 那么这五条咒呢 就是截六字这个北空法师 它另外一个经呢 就是佛说大孔掌明和画像坛场移轨 那么这五条咒之后呢 那部经最后也都有保决真言 大伦金刚真言 还有七佛灭罪真言 那么一套这么完整的修法移轨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是应用着的 那么我们翻开这份第十三页 就是静三叶真言 安土地真言 和普共养真言 三条咒呢 就是不需要说要记住它怎么读 我读一两次先 那么这三条咒是不用打手印的 合十就可以了 比如你们平时修法啊 那么你对着这个经文合十就可以了 那么静三叶真言就是 移转三叶真言 他的作用是什麼呢 他的作用就是我仲經之前淨化自己的身口二三頁 用一個無比清淨的身心來仲持一個無常的經典 是表示對佛法的恭敬和一個虔誠 這個咒是源自英諾經的 英諾經怎麼說呢 他說一身行清淨為身之所行 能防失一切諸不善法 是名身孽清淨 而口言真誠為凡所言說 真實誠信 永離邪網之語 是名口言清淨 三二項二尊向道為修涉身心 常居直定無他意念 是名二頁清淨 這個咒就是出自這部經的 這個咒除了清淨我們那個身口二 其實他還有一個解釋就叫官兇咒 顧名思義 官兇就是說官兇我們的自性本兇 緣起性兇 三輪體兇 在智利利坦的角度來看 我們應該用哪一種動機心來修法呢 我們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緣聚會 我們是不應該對任何一個現象產生的執著的 譬如說我們執著果報 執著福報 執著感應 這些都是不需要的 我們官兇嘛 其實是剩下我們的身口二三頁 那麼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呢 那麼我們是希望在讀仲這個 《佛武大孔雀明王經》這個時候呢 是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啊 勉勵呢 那麼我們的身口二三頁去清淨 那麼去回我們原來本來的自性 我們的本來自性就是我們的佛性了 那就是說 正三頁真言呢 就是恢復我們眾生 原本 此言 所有的自性了 那麼 啟政法之前有三條咒嘛 先後講過 那麼第二條咒呢 就是安土地真言 安土地真言呢 就是 好熟啊 因為我們大乘佛教都經常念的 其實是有時逆音的字 可能有少少同音不同字的 安土地真言呢 就是說地是很大的力量的 那麼我們地能持萬物嘛 一切萬物就依去生長嘛 那麼地藏菩薩《本願經》《卷十一》不是有講的嗎 佛告堅怒地臣 與大臣力諸臣小及 何以故原浮土地 色蒙與戶 乃至草木沙石 杜麻足位 谷米寶貝 從地如有 佳恩與力嘛 所以你說地臣的力是很大的 那麼我們安土地真言呢 其實呢 顧名思義呢 就是祈求地臣的加配 祈求祂的護臉 令到中了這個咒 我們在這裡修法 那個道場得到堅固 行者 即是修行者的增長的普提心 提升我們那個實際的收益 發益 那麼在我們的心性的角度來講 也都是韓服我們那個新口二三葉的了 法會呢 去到每一個地方呢 如果你是一個正法的法會 是一個善業來的 那麼在這個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也都會招感一切的天龍百步 土地龍神 五方五土的地神來護持正法的 護持正法你就不會產生障礙 那麼我們中這個咒呢 也都是同來護持正法的 所有的五方五土的龍神 地神 天龍百去結緣 去廣結善緣 即是它還有很多意思的 又不是只是我 서로要求這個地方 這個法會也會順利堅固 其實你不求你是正法的 那麼他們都會來護你 那我們中這個咒 那麼就感恩它啦 既同那麼多一個神旨 結一個善緣 打招呼 明白嗎 感恩人 第三就是普供養真言 我們很熟悉 有些人唸安 其實安只是一個習慣性 基本上唸是比較好的 通常用這個咒 它之前還有其他一個咒 我們先有靜三葉真言 安土地真言 再到普供養 如果平時我們看傳法會裏 我們就有詩食 詩食過三真言 三真言 这个普贡养真言是其中一个真言 前面还有的 还有这个变食真言 还有金露水真言 刚才我们私食的时候都要的 是连着一起用的 我想这里很多人都熟了 南无沙瓦丹塔 加多瓦路之地 奥三巴拉三巴拉 这样的 念了这个变食 又连这个金露水的 南无沙瓦丹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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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无沙瓦丹巴拉 一個很清晰 你是甚麼來的 還有這個貫賞 就是說這個量 你變成當然變得很多很多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看的 普共養 普共養的時候 有一些鬼神眾不一定來到現場 不一定來到現場 可能有很多原因 你唸了這個咒 你就會給不到的那些都受到的 所以就說普共養 你唸這個咒就不會漏了 所以有變食珍言 金露水珍言就是普共養珍言 種這個普共養珍言有時候也不只是食物 還有我們這個法佈師和其他物品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在壇城裏面放一些珍寶 寶石 或者有些不同的供品 也都可以是眾生來到這個法會裏面 他德文這個佛法 他受這種法食 我們所講的法食 他發一個普共養珍言 他不只是用在食物裏面 講完後面那五條咒 這五條咒 這是物宗的咒 需要身口易做足的 即是手印 仲 還有你又貫賞的 這五條咒 我們先頭不是說 在北空法師 它另外有壇場移軌的這部經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這五條咒 其實有些是 你只是看字面 你都明白它的意思 一會兒我們學習了這五條咒 怎樣唸 怎樣打手印 我一會兒會再解釋 譬如這個三味爺印 我一會兒會解釋 上次會長問過三味爺 我們有結三味爺印 有念三味爺咒 我一會兒會解釋一下 我們先來結這個印 我們的手指 用一個拳頭的向外 中指就是舉上來的 基本都可以 我們就念 它就說 OM SAMAYA SAT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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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用念 很長的 如果不記得 不要緊 第二天上網學 好嗎 你上回孔雀明王子的網站 就有得學的了 或者拿著這部 慢慢學 因為有那個拼音 22頁那裡 慢慢看 好了 第二條印 第二條印就是 招請諸佛菩薩 龍天鬼神 一切聖眾的 對 跟回先頭的手指 只不過是兩個食指 是做一些很慢動作的 勾請 招請 好 慢慢地就可以了 慢慢地 那又是還七次的 OM SAMAYA SATA OM OM SAMAYA SATA OM OM SAMAYA SATA OM 這個是很簡單的了 看字面都看到了 即是你用心去奇請 招請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來的 第三個是結地界 結方餘界 印和 結地界 結方餘界 我上一講就講過了 講過那個結地界 結方餘界是怎樣解的了 所以一會兒都不需要解釋的 先頭就向外的 現在就全部收了 拿回個宗旨出來 這個是結地界 結方餘界 結地界 我上一講就講了 結地界就是平面結的 方餘界是立體的 四方四餘 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四餘就是東北東南 西北西南 這個貫賞就是在頭頂 你想結界的範圍 三血 右 集三血 OM FURU FURU CHANTA LIMA THANKI SAVAHA OM FOURU FURU CHANTA LIMA THANKI SAVAHA OM FOURU CHANTA LIMA THANKI SAVAHA OM FOURU CHANTA LIMA THANKI SAVAHA 現在我們大概這樣學一下 不需要我一定要記住 第四個是很簡單的 普共養一切聖眾 普共養真言就是所有鬼神 現在是普共養一切聖眾 有一些漢傳法師去拜佛都是用這樣的手印 它不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印是普共養聖眾 手掌不要合起來 小小開 我以前見過一個大德 他拜佛就是這樣的 他不是這樣的 他用這個手印的 普共養一切聖眾印 我不用解釋了 大家看字面都明白 這個就長一點 我能夠報告 你不想聽的 第五個印就是孔掌命王尊的心印 這裏我們經常都學的了 放起我們的胸前 還有這兩個手指不要貼著拳頭開一點 好像一隻小鳥一樣 我們可以唸 Om Mayura Grande S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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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熟悉 一會兒我們講完經的時候 我們做慢版 好嗎 這次做慢版 我們每一個印都要貫賞 一會兒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再解釋一下孔掌命王尊的心印 我們解釋先頭說三妹爺 三妹爺的意思 其實它是代表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三妹爺 三妹爺在密宗修法是一個誓言 這個誓言就是提醒自己的正念 不要違背你的承諾 只有這樣才可以如法如理地收合 減少各種的遺言障礙 在密宗 我上一講就講一講 密宗有兩部大經 一部是大逆經和一個金剛頂經 那在大逆經它裡面是這樣說的 我們的誓言是怎樣呢 我們說從今天以後乃至你失去了生命 都不應該放棄你的正法菩提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誓言 就是我們要修法的誓言 在密宗很注重這個三妹爺的 所以我們這部經開始唸 就是這個五條咒 第一條咒就是三妹爺 那三妹是什麼呢 那三妹就是代表修行者的心 它定在一個地方它不散亂的 也都是做任何一件事可以制心一處 就是融合為一體這個關係就叫做三妹了 我們經常說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我們經常有一句佛教很流行說的 其實民間都很流行說的 三妹就是一個定這樣的狀態 是不散亂的狀態 在密宗這個三妹爺這個誓言 就是這個三妹爺 我們先開始唸三妹爺奏 和做三妹爺這個手印 其實這個三妹爺這個誓言 它有四個意思在這裏 四個意思就是平等、本世、垂障 和經覺這四個意義在這裏 第一是平等 平等是什麼呢 我們學佛平等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我們是初發心是安住在佛地的三妹爺奏 就是需要我們有一個三妹爺的誓言 是安住在這個三妹 就是說我們眾生和佛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是兩者沒有差別的 只不過我們是迷惘著 在迷惘之中成不了佛 就是講我們的本質、講我們的心性 沒有差別的 心、佛眾生是沒有任何一個差別的 就是三妹爺印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平等 平等就是這個意思 本世 本世我們先頭未發過誓願 你沒有了生命 你都不要亡失你的菩提正念 是吧 這個就說我們修學佛法要是一個大誓願 大慈大悲 行這個四釋法、四無量心等等 是利益眾生你不去止息的 直至你開五成佛 那就是說你這個本世是跟著你 一路去不要忘記它 第三這個三妹爺印呢 三妹爺奏呢 就是說除脹了 因為你發這個誓 你只有一個介體 那這個介體呢 就可以幫你對峙你的煩惱 除滅你過去現在未來的惡業的罪障了 第四個意義呢 它就是驚覺 驚覺是自己去察覺自己的身心 去制止、放日、蟹苔 因為你能夠去驚覺覺醒 你眾生的迷惘、心色 也都是隨之去驚醒 所以它有四個意義的 這個三妹爺印 三妹爺奏呢 就是平等、本世、垂障和經覺 那我們先頭說五個奏 五個印 其實有一些這個刑請、招請、供養 那些我們不用解釋 還有結地界、結荒儀界、上屋講 我們有講過 那我們可以現在再講講 佛武大孔長明王尊這個心奏 解釋一下 一般咒語開頭都是用這個音的 亦都是叫做慢音之緣 通常咒語開手都是用個音的 Maiura呢 是孔雀王的意思 是和它的名字 Maiuri 就是一個男 一個是男 一個是女 就是那個姓別的分別 是佛武大孔長明王的名字 在這個咒裡面 它是有叫喚、祈求、孔雀、明王的耳涵 在裡面的 Gorande就是前進、超越、超度 我們往生咒就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不過在咒裡面唸得快 或者那個中文字 不是這樣出 你們覺得不同 Sua Ha就是一般咒語的結尾 祝福語來的 是有圓滿成就的意思 是在裡面的 合起來整句的意思就是 尊敬佛武孔長明王尊 請慈悲連問我 帶領我前進 讓我超越一切的煩惱痛苦 直至正德無常 正等正覺三秒三菩提 合起來整句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唸這個深咒的時候要冠想的 冠想孔長明王尊的光是加持你 幫你清你的葉障 你不好的東西你在腳底流走 通常物宗很多咒都是要求 加上一個冠想下去的 這樣才有個力量 身口二三葉 三物相應 那有人問呢 可不可以直接唸經文 我不唸那個啟程這部分的五條咒 有人是這樣問的 有些人就覺得這些都不是經文 我可不可以跳過他不唸呢 跟回老和尚和大德他們的研究 他們說 看回佛母大孔長明王經 一些相關的經典 其實有很多的譯本 我上一講 北空法師他是創造唐蜜的 他是開完三大事的 記不記得上一講我講過 密宗的系統 那北空法師他的弟子 一路他的圖孫 帶著這個藏蜜就變成了動蜜 你們記不記得那個脈絡 那我們現在根據就是 北空法師的翻譯本 即是密宗裏面 他翻譯的經典是唐朝 朝廷是給了一個地方給一個翻譯團 他翻譯的經典是很多的 上一講我不是說過的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北空法師的生平 所以我們現在是根據北空法師 他所翻譯的佛母大孔長明王經 那他的經體的架構 他有包含了啟程法的 那啟程法 卷上卷中卷下 四個部份齊的 那他有這樣的做法 是有他的因素在裡面的 那見如長老呢 他再加上這個 佛雪大孔長明王畫像 彈腸移軌裡面 這五條咒呢 就去到啟程法之後 經文之前的 這份屋士也是 在請法的最後才是這五條咒的 去到這個 22頁 22頁後面才是這五條咒的 他這樣的編排 一方面 他是莊嚴這個壇場 我們上一次不是說過壇場 莊嚴這個壇場 這個壇場莊嚴 修行者去涉心 第二方面 他將物教這個修法 透明化 雖然他說唐物經典 其實我們很多遣宗的道場 法會都是弘這個法的 就令到這個物宗的修法 透明化 就是將這個印啊 將這個奏啊 都會去 很公開告訴大家 不只是收起來 就等所有的同修啊 法大心啊 去受這個法恩 所以整個版本的編排 就是建如老和尚 他用了二三十年 筆身去研究這個孔祖法門的 他認為是要有啟請法 要種你這麼多一條咒 才得完滿的 所以就是我們跟著這樣去修詞 不要浪費老和尚一番苦心的心意去 他修這個法 幾十年很多感應的事跡 第二部分呢 就是解釋一些名相 我們看回手上的資料 第十六頁 或者我未解釋之前 我講講那個名相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解釋名相 名相呢 就是代表專門的名詞 其實佛經裡面就有很多很多這些名相 佛教界的長老經常說呢 其實佛經呢 就不是那麼難去懂的 是因為有很多名相 不明白 不明白是講什麼 而且有些名相 它是照繁文這樣去搬過來 就沒有解釋過意思的 佛母大孔祖命皇經裡面的名相 就很多很多的 尤其是那些龍天鬼神的名字很多 那些名字呢 它又不是用回中文去出現的 是用回譯音 譯音那些字出現的 而那些字呢 有些是查不到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明白它呢 要去解釋它呢 那見如長老曾經講過的 他說這些眾生呢 跟我們的社會 跟我們的家庭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那我們中這部經 也都是因為他們 都是維護我們世間 國土安全的 是令到他們 是捨除一些報惡心 是一個慈悲念的 所以這部經裡面 有這麼多龍天鬼神 護法神 天龍百步 我們是需要了解 也都需要配合的 那我們才 人世間更加安樂 更加長和 人禽生態 互相搖益 貧富季節互相尊重 是有這個必要性的 那我們去回 這個第十六頁 在啟請法之前 不是有三句嗎 如果中文就這樣讀 那摩 武陀耶 那摩達 摩耶 那摩生啟耶 是吧 其實你讀那個 英文拼音 你就明白什麼意思了 那摩佛陀耶 那摩佛陀耶 就是 那摩就是 他寫了這個字 等於我們 南摩 南摩 是這個歸騰 歸醫 敬禮 這樣的意思 他 佛陀耶 就是 歸醫覺悟 我們佛陀是徹底覺悟的專者 最高覺悟的 就是歸醫覺悟 南摩達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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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 達摩 也是歸醫法 就是佛教的經歷論 也是代表 宇宙人生的真理 南摩生啟耶 就是歸醫爭 歸醫爭 其實意思是歸醫界律 因為我們經常說 無界不成爭 我們爭人就是要持界子惡 那就是歸醫覺悟 歸醫法 歸醫爭 第十四頁 一般我們是三歸醫 但是這裏 這個三條咒 淨三葉真言 安土地真言 普共養真言 有歸醫金剛上司 歸醫法 歸醫佛歸醫法 歸醫爭 四歸醫 為什麼 顯宗一般是說三歸醫 歸醫佛 歸醫佛 歸醫爭 那麥教說四歸醫 多了一個歸醫金剛上司 而且將金剛上司的歸醫 擺在佛前面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物教裏面有些法是很特別的 很特殊的 是需要這個金剛上司 他親自去秘密傳授的 傳他的口訣 心耀 由上司傳這個佛法 也都是代表了佛法憎的總辭 這是其中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就是 對個人而言 對自己而言 上司的恩德 比佛陀更重要 這是物教說的 不是我講的 物教說的 因為佛陀已經涅盤了 我們不能親近 而上司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 去依賴他 去學習佛法的 金剛上司要放在前面 在物教裏面 上司的位置很重要 弟子要依旨、恭敬、順從 所以物教裏面 好講這個三妹爺 先和我們講這個三妹爺 這個三妹爺就是 佛法、上司、弟子之間的關係 當然上司有很多種 物教裏面的上司 他有根本上司 現在講到這些 就說是 擺在佛陀之前的 根本上司 他才教你一些 很重要的 口決心要的 也都有一般 結緣的上司 一般是 帶你去 教你去修法的上司 根本上司 以物教來講 他成為你的根本上司 他都要觀察弟子 都要觀察上司 有個說法 觀察三年 是不是呢 這個就 不知道 每個人的恩怨不同 因為我們 不是很熟悉 物教裏面 一些比較深入的 位置 修法的東西 我們就不去評論那麼多 但是 他的四龜依就是 這個意思解釋 講開 龜依 其實這部經裡面 還有一個八龜徑 這個八龜徑 就沒有擺在啟請法裡面 就是這個卷上卷中 都經常有念過幾次 我講開龜依就順便講完 這八句 黑色的那些我寫下去 如果不寫中文 你不知道是什麼 第一句 第一句 第二句 就是 它差一點點 那是什麼呢 第一句 就是 歸諸佛 就是頂禮諸佛 第二句 就是頂禮諸佛陀 所正的無常 正等正覺 無常的智慧 就是 南無諸佛陀 那麼第三句 就是 南無諸佛陀 就是 南無諸佛陀 第四句 南無諸佛陀 其實它是連涉 因為呢 第二組 就是頂禮 正德 涅磐果的聖者 就是跳出 三階的聖者 第二組 就是頂禮解脫 涅槃果的智慧 Namastu Santaya 就鼎礼登地位那么多的大菩萨摩克萨 Namastu Santaya 就鼎礼三言位诸菩萨的智慧 Namastu Mimokattaya 就鼎礼佛母大孔爪明王尊 Namastu Mimokattaya 就鼎礼孔爪明王尊所说的大乘秘密真言 也就是鼎礼佛母大孔爪明王经的梦相法宝 其实它是属于四组 叫做八归敬 八归敬念了很多佛菩萨圣者 就是我们需要去归敬它 去鼎礼它 包括他们的法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呢 因为我们大乘的修行次第是很长很长的 简单来说有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住 十行 十回向就是三言位了 登地才叫圣人了 登地都还有十个地 第一 第一 欢喜地 第二 离构地 第三 法江地 第四 严慧地 第五 难胜地 第六 现前地 第七 远行地 第八 不动地 第九 善慧地 第十 法云地 第十 法云地 他不成佛嘛 登了这十地才去到妙国才成佛的 长不长啊 很长很长 那是很多圣人的 那为什么又叫圣者 又叫三言位呢 在仁王户国经书那里有说的 他说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些诸位菩萨皆清然者 就此别交而论 蓋诸位菩萨 但断见诗或尽 尚有无名或在 未入圣位 顾名言 即是说我们的修行 我们就算去到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些菩萨道的修行 去到这都还未断了你的无名画 因为无名画是与生俱来的 他就已经断了很多烦恼 断了他的见诗画 所以他未入圣位 叫他贤者 我们先是鼎礼圣人 又鼎礼三言位菩萨 对不对 那这里略略说一下 因为后面那几句 有时我都会牵涉了这些内容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启请法 第十六页那里开始 我慢慢读你们看 读众佛母大金耀孔雀明王经前启请法 南无不得亚 南无达亚 南无神佳亚 南无七佛正片之者 就是过去七佛了 南无慈是菩萨 慈是菩萨即是微立菩萨 等一切菩萨摩河 南无独角声闻四果四项 我皆敬礼 如是等圣众 我今读众 摩河摩尤尼 佛母明王经 我所求请 愿皆如意 所有一切 诸天灵奇 华居地上 华处虚空 华住于水 二类鬼神 所谓诸天及龙 保持诸天的符 また表明是进入经文 及诸古味人非人等 诸恶毒害一切不长 一切恶病一切鬼神 一切死者一切怨敌 一切恐怖一切诸毒 及诸咒术一切厌倒 私断他命起毒害生 行不遥益者 佳来听我独奏佛母大孔爵明皇经 写除暴恶咸起慈心 于佛法增生清静信 我今舌痴香花饮食 怨生欢喜咸听我言 下面就是咒语了 即是其诚的咒语 我就回到前段 我读了一大堆名字 我读得很快 诸天及龙 阿蘇拉 马鲁达 加鲁达 根达瓦 一直读下去 因为我们经常读这部经 就会读得快些 我们初初读都不懂读它的名字 对着英文的拼音 这边看这边又不记得读的了 这里就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根达瓦 根达瓦又叫乾达婆 乾达婆就是我们中文经典都有写的 其实它是一个香臣乐臣 是以香为食的 是属于东方慈国天王管的 四大天王其中一个东方慈国天王去管核的 有一个叫做悲蜇渣 悲蜇渣又叫皮蜇渣 皮蜇渣有时那些经文都有出现它这个名字 是一个淡精鬼来的 吃人的血肉的 这两部分的鬼神就属于东方慈国天王所管核的 是它的部属来的 属于南方增长天王所管核的 这个是有冠斑达 冠斑达和比蜇渣 冠斑达是一些很大势力的鬼 是走得很快的 吃人蒸气的 它管一些鬼众的 有些人叫它做 摁形鬼大力鬼王 它是变化多端的 它是很大的势力的 而这个比蜇渣就是饿鬼来的 它们两个都属于南方增长天王所管核 属于西方广木天王所管核 就是龙了 龙族了 也都叫做拉加 拉加就是叫它做龙王 龙神是我们佛教的八部神众 会发陣来的 龙一般是在水或者空中的一些蛇形 属于畜生类鬼类的 其实龙是一个很神秘的生命体 我在下一讲就会比较详细一些说龙族的 因为这部经有很多龙王的名字 百多个龙王的名字 而这些龙王的名字 都是有很多在佛经出现的 龙就有呼风换月神力 但是它也是守护佛法的一些异类众生 属于这个西方广木天王所管核 还有一个布丹拉 布丹拉就是恶鬼之中 它福报很大的 灾怪鬼 有些人叫它灾怪鬼 热病鬼 它的身形就很丑陋的 有时它会出了一个样子 像婴武那样的 它会整股人畜的 这两部分就属于西方广木天王所管核 属于北方多汶天王所管核的 它有弱叉 也是我们天龙八步之一 叫做折疾 走得很快的 在地上空中 很大的威力 也有一部分是老害人类 也有一部分是守护正法的鬼神 还有一个部分是拉薯沙 就是叫罗策 罗策也是在空中很快地飞 或者是很速行地面的 是很暴躲 很可怕的鬼 女的就叫做拉薯沙 就是罗策女 很漂亮的 很迷惑人的 尊吃人的血肉 男的罗策 它身上是黑色的 头发红色的 眼睛绿色的 罗策也是地獄的 欲卒来的 它的职责就是去罚那些罪人的 在佛教的很多经典里面 罗策 它有时也是我们佛教的护法神 我们叫做罗策天 因为这些都是很大势力的鬼神众 阿修拉就是阿修罗 阿修罗我们也叫做非天 因为它有天人的福 而没有天人的德 它的果报好像天人那样 但是它是非天的意思 阿修罗是蓝丑女美的 常常跟这个帝昔天打仗的 也是我们佛教的护法神之一 龙天八部之一 马鲁达就是封神 福报大就是神 福报不够就是鬼的了 属于封天封神 另外一个就是加鲁达就是加留罗 就是今次了神 也是我们佛教里面的天龙八部 是龙的死对头吃龙的 今次了 坚拉拉就是歌神 也都它意思是疑神 疑人 人非人 马鲁达家也都是我们八部神众 就是我们护法天龙八部之一 它是洛神来的 它就有一些大网神 人身蛇头 它又和这个帝昔天是 帝昔天的功将 它帮帝昔天去起宫殿的 佛陀是精灵来的 这个佛陀就是鬼神无党很大 就是很大部分的鬼神都是佛陀来的 吉他佛陀拉就是恶鬼 很苦的 它在恶鬼之中 它是属于福报很低的 斯坚拉就是又叫军神 是令到那些小孩去病的 是病魔来的 它是首领来的 后面那个温玛达 温玛达就是狂病鬼了 吹一就是影鬼 是一个阴影来的 阿巴沙曼达就是癫痱鬼 乌沙曼达是食人精气的鬼 是食人精气的鬼 是食心的鬼 是起屍鬼 起屍鬼我们不是经常看那些僵尸戏就有的 那些僵尸戏就是说 那些僵尸戏就会让那个尸戏起屍鬼 会令那个尸戏起屍鬼 就是它未必在这个启请法出现的 反而就是在卷上卷中卷下 那些经文经常有出现的 那我们现在说这些都经常出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次过讲过去 山之卡大将就是北方 北天王那个八大将之一 它是秦行我们世间去掌伐善恶的 那我们为什么有六齋日 十齋日 六齋日 很多时候就是说 传说是天神来看看人间的善恶的 那它也是二十八部众的总司令 阿迪丁慕及五百子就是鬼子母 我们经常说鬼子母 也都叫欢喜母 它又生了五百个儿子 其实是我们佛教的护法神来的 那这部经有很多这些鬼名的 那我都拿出来讲一下 食份鬼 食份鬼就是它前生 那它是一个妇人 它很嫌弃她的丈夫 吃东西又不给她的丈夫吃 经常骂她的丈夫 它德国果报就是做了鬼去食份的 食火鬼 那它就是由前生 它有个权力去管粮食 但是呢 它不给人家吃 那省探论食 那它德国果报就是做了鬼之后 它经常火烧喉咧 很饥渴的 食气鬼 那它前生很喜欢吃好东西 但是呢 不施舍 但她的老婆子都经常觉得饥饿 那所以她的果报就是闻气 它没有东西吃下去 那叫做食气鬼 那食水鬼 那它前生去卖酒 混水 騙人 不遲戒 他就很昭學了 他現在的果報就很昭學 經常要賺水喝 食堕鬼 他全身是用一些不乾淨的食物 去騙出家人 所以他這一世做了餓鬼之後 他經常求別人給他食物 人家是給他口水 給他一些不乾淨的食物 食萬鬼 他前世偷裝鹽的花蠻的工具 被人家抓了他 罰他 他做了鬼之後 他沒有食物 他就去食萬 叫做食萬鬼 其實說這些都是因緣果報的東西 吃血鬼 他前世又殺生吃血的 他又不給他的老婆吃 他現在做了鬼 人家有血去祭事 他才有得吃 吃肉鬼 他前世就賣眾生的肉去握情 他就受這個果報了 在做鬼的時候 他都不是吃到其他東西 人家拿些肉去祭事 他才有得吃 吃香鬼 他就賣香的時候就騙人了 他現在只能夠吃煙 吃蒸氣鬼 他就是前生 騙他的親人和他一起去冒險 他就告訴他的親人 如果有危難的時候 我來保護你 但是沒有義氣 就見死不救 所以他這一生就變成要吃蒸氣了 未鬼 前生就是很欺騙人 貪婪 去迷惑世人 現時他沒有了個身形 他只能夠負在畜生那裡承認 多數都是那些什麼呢 妖狐 怪雞 怪鼠 那些精 是擾亂人的 我們先頭說了這麼多眾生 有天上的 有地獄的 有鵝鬼的 其實這些這麼多眾生都是在三界之內 未跳出六道輪迴的 這裡有個圖給大家清晰一點 因為我們先頭說了很多天 龍 神 大勢力的神 鬼 我們來看看 這個圖有三界 我們來看看右手邊 右手邊有肉界 色界 無色界 肉界就是我們現在住的世界 因為你有淫慾 情慾 色慾 食慾 睡眠慾 有這些慾望的 肉界是有苦有樂 或者是有苦無樂 肉界都有分上 中 下 上面就是六育天 六層天 是六育天 它是化身的 中間就是有人 阿修羅 天 促 鬼 大果報的就是六育天 中果報的也包含了天 人 促 鬼 有四生都在這裏 化身 胎生 濕生 暖生都在這裏 下界的就是人都有很多種的 人有 腹部大一點 腹部差一點 有人 促 鬼 和地獄 人就是胎生 促 有胎生 暖生 化生 濕生都有 鬼就是胎生和化生 地獄就化生 怎樣為之化生 因為你的業力 就促不想去到地獄 在地獄出現 就化生 不需要有個胎生 肉界都分上 中 下 上到色界 色界有十八重天 初禪有三天 二禪有三天 三禪有三天 四禪有九個天 它們全部都是化身的 怎樣去到色界 就是因為 前生是修十禪 加禪定 在這個色界 它就已經是 遠離了淫慾 食 碎 但是在色界 它還是有一個 很清淨的身體 但是沒有了男類的性別 還有很多慾望 再上就是母色界 母色界就是有四重天 空無邊處天 色無邊處天 非無 無所有處天 以及飛上飛飛上著天 全部都是化生的 它們是修十禪 加禪定 它已經沒有了色身 沒了身體 它只是有個心色 它們住在一些很深層次的禪定裏面 我們先頭講的所有眾生 都是在三界六道輪迴未出的 包括我們自己 所以我師父經常講 同是天涯淪落人 佛經講 佛教的宇宙觀有十界 不只是三界六道 有些聖人已經跳出這三界了 我想這裡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我大致講一講 因為有些都是剛剛初學佛的 宇宙其實是有十界的 聖人有四種的 就是法 菩薩 玄閣 聖文 他們是不用再輪迴的了 他們不用回來這個六道的了 出了三界的了 它是正了解脫的聖果的 這樣就叫做我們十法界之中的四聖法界 我們先頭那些就是六道眾生 六道眾生就是地獄惡鬼畜生 阿修羅人天 那就是十法界之中的六法界 六道眾生是不斷地流傳的 可能這一生你是人 下一生你做了畜生 不知道 或者下一生你上天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 是我們受我們的業力驅使的 我們看看這個圖 我們先頭不是說四聖 它包含這個佛 菩薩 癖知佛 和聖文聖者 聖文聖者最高就是阿羅漢 下面我們都有四層的 我們先頭不是說四個四項的 先頭我們都是念經都有這樣念過的 佛就是四聖之中最高的境界 它是究竟圓滿的覺悟聖者 它自己覺悟 又是令眾生覺悟 它的覺行圓滿利益一切眾生 菩薩就是叫做覺有情 菩薩就是因為發大慈悲心 菩薩收六道萬行 以這個自利利他這個修行 逐漸逐漸去圓滿這個功德去成佛 那圓角又叫做癖知佛 那圓知佛圓角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生在佛在世的時候 聽佛陀說十二恩怨 它修正成道 那叫做圓角 另外一種就生在沒有佛的時候 由於他縮世的善根 他去觀自心 觀外景的變遷 去證悟到無常虎空無我 這樣的道理就是證到這個圓角果 第四種就是聲紋 聲紋就是因為他收集四體而證這個聖果 最高的證果就是阿羅漢 阿羅漢有三個意義的 第一就是殺賊義 這個賊就是我們的煩惱賊 就殺盡了他的煩惱 第二就是應告 因為他已經斷盡了三屆的 見屍畫、無明畫 他是很得高望重 所以他受人天的供養 第三就是不生 因為他出了三屆 他不再受分斷的生死 他不用再受生了 那這個就是四種聖人 我們說回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還在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 我現在這裡都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學佛都清楚了 因為我們有三善道和三惡道 三善道就是天、人、阿修羅 三惡道就是畜生、惡、鬼、地獄 也都叫做三途 三途就是血途、刀、套、火、套 天道 天我們剛剛也有講 就是有玉戒天、色戒天、無色戒天 那玉戒天呢 你要收十善才能去到的 那十善是什麼呢 十善就是 身你不去殺道淫 口你不去妄語、兩舌、惡口耳語 二你就不會貪親癡 那如果你收到十善 你就起碼都去到玉戒天 如果你收十善又加四禅八定 那你的果佈就會在色戒天 或者是無色戒天 你上到色戒天和無色戒天 你一定要有禅定的 那我們人 人是要受五戒 你下一生才再成為人 起碼都要受一戒 那五戒是什麼呢 不殺生、不偷渡、不邪人 不妄語、不飲酒 如果你是受到上品的五戒 即是說五戒你都持得好 那你下一生你就好好的 很順利、大富大貴 如果你說 遲個戒是遲得少的 或者遲得不是那麼清淨的 就算你有個人生 你的人生的命運 都未必是那麼好的 或者你六根不具 都有這些比較坎坷的果佈 由於每一個人 他的戒幸 他持受得不同 他將來得到果佈 就有貧富、長命、短命 聰明、蠢、美醜、高矮、肥小 等等等等不同的 這個就是前生帶來的 當然你這一生就可以再修行 第三 我們先說阿修羅 阿修羅他都是修十善的 如果他修不到十善 他上不了天 做不到阿修羅的 但是他這個十善 即是修辭的時候比較低 阿修羅他往式 他持戒、修福 做很多很多大善事 但是他的心是有傲慢、親規 有惡念 所以他有天人的福報 是沒有天人的德行 他才有這個阿修羅的果佈 畜生道就是 經常都被人去宰殺 或者在畜生道裡面是 是虐欲強食的、互相殘害的 又叫做血圖 為什麼要做畜生呢? 因為他是十樂 十樂之中就不是很嚴重 但是又如此、貪婪 他就會變了畜生的果佈 鬼道 鬼道就有聖劣之別 有福者為神 我們才不是說很多的 很多很有福的 是神來的 他有些上了天的 沒有福就是餓鬼 那些餓鬼很慘的 經常被人拿刀、杖去驅鬼 所以叫做刀徒 因為前生慳貪不醒 我們才不是說吃睡鬼 吃什麼鬼 就是很慳貪的 又不去報師 又不去修復 又不明白因果 不遵守戒律 多行惡事 那就有餓鬼的果佈了 第六 就是地獄道 地獄道的畜生 是經常受到大寒大火的煎熬 所以叫做火徒 在六道之中 地獄道是最痛苦的 因為他前生做了五逆十惡 旁發破戒 做個惡業是嚴重的 比餓鬼、畜生更加嚴重的 在地獄裡面 他都有不同的 他每人受報的苦況 都是根據他的業力 有些是長一點 有些是受過苦況 多一點 都有分別的 講完五道 就講回天道 天道是六道之中 福報最殊聖的 因為他職善的多少 和他的煩惱斷除的深淺 分為肉界的六層天 和色界的十八層天 和毛色界的四天 合共有二十八天 肉界天和我們人類一樣 有身體的形象 有物質 有精神的享樂 在色界已經沒有了男女的分別 沒有了飲食睡眠的慾望 還有一些很殊聖的身形 他的身形很高大的 會發光的 他有精神上的愛情 色界天也有 他沒有這個行為 他有精神的 也有類似我們現時 社會上的組織 有人管轄他的 他是以蟬月為食的 在毛色界天 完全沒有了身體 只有很微細的意識存在 以福德來說 越是上層的天人 他的身體就越高大 他的壽命就越長 他所享有的喜樂 更加殊勝 在肉界天 就是師食得食 師衣得衣 就不用去做事 不用像我們人間一樣 要去賺食 而且他的衣被 是很細滑的 很舒適的 很舒適的 那麼 色界天 就是隨著他天人的體型 就是有光的 有光的外形 是很漂亮的 那些天女很漂亮的 很莊艷的 他們吃什麼呢 就是吃蟬月了 就是他是 蟬定 以蟬月發起為食的 無色戒天 就是以一個很微細的意識 做他 維持他生命的 天界有四樣東西 是勝過其他界的眾生的 身 他的身就是很漂亮 很莊嚴 很高大 第二 他的壽命 他的壽命很長的 第三 他的蟬定 他的蟬定 他的定力 是優勝過其他道眾生的 第四 他的快樂 他的快樂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你們羨不羨慕天人 其實雖然是這樣 天人 他的壽命會盡 雖然很長 他的壽命盡 那時候 他有五衰尚然 五衰尚然是什麼 他頭上那個花環 就膚毀了 他很漂亮的衣服 就會有污垢了 他的身體開始發臭 他的腋下出汗 本身他是不會出汗的 他腋下出汗 他原來那些宮殿 那些很舒適的位置 他就不落本座 他坐不落 那時候不安樂 他就會隨著他以往的業力 過去新的業力 就下墮了 下墮就受苦了 繼續輪迴 他一樣好像我們這樣 六度輪迴 他不一定做人的 要看回他過往新的業力 所以不用羨慕 不要羨慕 我們佛經說 我們這個世界 將會毀滅的時候 天界 它是受到波及的 不只是肉界 天界一樣受波及的 上了色界無色界 一樣受波及的 我們佛經說火燒初禪天 水焰二禪天 風吹三禪天 他都會乘住壞空的 他一樣受到很大的災難 即使你去到無色界 最高一層 飛上飛飛上天 你經過百萬大劫之後 一樣是難逃成主壞空的命運的 所以說天界雖然很殊勝 它都不是究竟安樂的地方 是不是 沒有安樂的 你未出三界都沒有安樂的 我們在諸天趣仲有一句 綠玉珠天延五歲 三禪悠患有風災 眾堯收到飛飛上 不如西方歸去來 這個說得很好 綠玉珠天延五歲 你會墮落 三禪悠患有風災 我們先說了 去到三禪天這麼高 都會有風災 重使你收到最高那一層 你未出三界 你都還是要輪迴 不如西方歸去來 為什麼歸去來 我帶著葉 我去西方極樂世界 繼續修行 收了又回來 度眾生 歸去來 因為你就算收到無色界 最高那一層 你都離不開生死 不如你去西方極樂世界 那裡不退轉 不用回來三界 對吧 那我們又說回 我們先說福德 現在我們說以修行的角度來講 以修行的角度來講 天界那些眾生 他經常都是跨著遊樂 因為他太快樂了 黃失了他繼續修行 雖然他以往生他有修道 去天界享福 但去了天界 他忘了修行 因為太幸福 所以他都會繼續輪迴 這個漏了個字 阿修羅道 他雖然有天的福 但是他的妒忌心 他的親慢心很重 他下一生很容易墮下三途 因為他有惡念 三惡道的地獄就很苦 餓鬼就是長期的飢渴 畜生就是互相殘殺 都是非常之愚痴痛苦的 所以說前面這五道是很難修行的 我們先說天 阿修羅三惡道 那六道之中剩下人了 是不是 唯有人苦樂參半 因為你有苦有樂 你的智慧又高些 我們有恩怨去得民佛法 我們知道我修善修福 可以升天 升天也都一路路地修行上去 我可以出三界 那就得我們的聖果了 而且人間就是我們佛出生的地方 人間有三種殊聖 是聖過前面的五道眾生 哪三種 記不記得 讀過佛經的人應該記得 記憶力強 勇猛正盡修行 可以清淨我們的梵行 我們可以很清淨梵行 我們不需要男女的淫慾都可以 我們出街入就是 遠離了男女的慾望 我們可以修凡行 六道之中 人是最適宜修行得到的 我們經常聽佛經說 失人生者於大地土 得人生者於爪上來 這裡有些剛剛聽講座的 很多人都聽過 因為佛陀教弟子 他就說你要珍惜現在 這個人生去修行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人生 你將來想拿回這個人的身體 比例呢 比例是很少的 少到什麼呢 少到是 你在地上拿一堆土 在這個手掌上 這麼少個比例的泥土而已 但沒有了人生的比例呢 就是整個大地這麼多泥土的了 就是用這個去做比喻 你下一生 你得回這個人生 這個機會率是很少的 是少到怎樣 我們佛經都有講 盲龜浮木 我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有隻盲了個龜 在茫茫大海裡面去游水 他是看不到個岸的嘛 盲的嘛 游到哪裡呢 茫茫大海嘛 那你剛好碰到個木頭浮過來 龜是盲的喔 浮過來 現在木頭有個洞喔 那個洞呢 給那個龜呢 放了個頭進去喔 那這個木才可以飄到它回岸 你想一下 那個機會率是很少很少啊 少到真是你想像不到的喔 我們人都是這樣喔 你要在忙忙的人生苦海 在裡面你聽聞到佛法 你學修行 你學習 你可以了脫生死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有這個緣分呢 得到這個人生 遇到佛法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好好地把握這個 這麼難能難遇的 這麼說性的恩怨呢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道理 但沒有提醒自己的 就是平時 是不是啊 盲龜浮木啊 記住啊 所以《妙法蓮花經》它說 三界無安 有如火疾 因為三界 我們先頭說了這麼多眾生 這麼多威力的那些神 鬼啊神啊 龍王啊 是不是 弱叉啦 幾大勢力啊 但是它還在三界 三界就是因為它還是有違法的 時間一到就會壞的了 就好像一個起火的屋 你不是安樂的 你不知道幾時起火的 所以我們不要羨慕做天人 不要羨慕去做龍族 不要羨慕人家的神通 我們不要以這個三界為自己的安住 我們要解脫 我們要跳出這個輪媒 後面那些講呢 都會繼續講這方面的資料性 下幾講呢 我會分析一下龍 龍是一個很神秘的生命體 我們經常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 那些人什麼龍年呢 就去爭著生龍仔龍女 其實是很民間的 一些迷信的講法 是龍我們不用羨慕它 雖然龍王很大勢力 龍王很多 龍王的宮殿很多財富 它頭上的那顆豬呢 可以傳說 你可以求它滿願的 那你見不見到 那些民間那些 就是拜龍王 龍武啊 那其實是它有它的威力的 但是我們學佛的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 要脫離輪迴嘛 那我們後面那幾講呢 還有機會 我們大家一起學習研討 那今天的時間呢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今天的內容就差不多 我們一齊來念一念 孔掌明王深咒好不好 好 灌上 怎樣灌上啊 記不記得 可以和自己結界 可以和你的親人結界 你不結界就灌上 孔掌明王深的光 去由你的頭頂照進去 我們要三葉 身口耳三蜜相應 你會唸的嘛 還有打手印 我們唸一個慢版 灌成法師很喜歡唸這個慢版的 慢版呢 你灌上得好一點的 你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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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ם灌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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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